那从这些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想要在郭台铭这边抢到便宜 或者要跟郭台铭联盟 那已经是不可能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任章有话 郭台铭的儿子郭首胜 回来他要准备面对释放 他是十月底 因为行贿连署案 被迫到美国去处理事情 那现在他也回到了台湾 他回到了台湾 当然会跟他爸爸谈很多的事情 当然这次郭首胜出去 也是在为所谓郭柯和 或者柯郭和铺路 就是郭台铭 他现在他主要的目标 就是等15号以前 蓝白之间的状况 他下一步会不会去参选 就在15号决定 就是因为在15号决定 而11月14号 朱立伦跟柯文哲也要会面 朱立伦跟柯文哲会面 那当然是谈双方合作的方式 但是这个合作的方式会不会破局 不知道 要看他们见面的时候再说 那至于郭台铭 郭台铭也准备在14号跟15号 跟柯文哲进行对谈 就是说这两方面 柯文哲居中 你两方面都在互动 但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看 侯友宜对郭台铭 事实上侯友宜就我所知 他找了很多双方共同的朋友 他一直想请见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 学侯友宜那一招 以读不回 根本不给侯友宜任何的机会 以读不回 根本不给侯友宜任何的机会 就是换句话说 郭台铭的态度跟他的立场 比柯文哲跟侯友宜还要表达得非常 还要表达清楚 就是第一个 我已经不会再跟你国民党合作 我最坏的状况 我跟柯文哲合作 第一个 他是不跟国民党合作 让你国民党上司先机 那第二个 你国民党当时怎么骗我的 你当时怎么对待我的 你当时兼闭亲眼 现在郭台铭一个一个 都要叫国民党吐出来 二就是这样 那三 郭柯和 或者柯郭和 郭台铭是不排除 当然郭台铭最高希望 能够得到政党推荐 再加上他联署 103万 6700多份的联署书 他可以选择跟柯文哲合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会再对国民党眉来远去 那第四个 就是说 郭柯和之后 会不会壮大民众党 会不会因为郭柯和 让民众党超越国民党 各位去看看 你郭台铭不见侯友谊 他主要是这个目的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当郭台铭离家出走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有没有给 郭台铭温暖 我们看电视节目上面 天天都在笑话郭台铭 就是说冷清啊 等等这些 因为这个这一些 在郭台铭连署过程当中 我曾经在视频上面讲过 你国民党 就是说不必要说风凉话 就是 保有余地吧 就是说 郭台铭要进行联署 你就祝福他嘛 那拼命的冷嘲热讽 然后到了今天 郭台铭他通过了 然后11月15号 中选会会公布 他真正实质的数字 他剔除了到底多少 这一天才是郭台铭复活的开始 我也讲了 11月15号是郭台铭复活的开始 那侯友宜 在郭台铭复合前夕 频频找郭台铭 那显然他也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经常讲 你可以哈 不必锦上添花 你至少给别人血中送炭 这是一份情谊 侯友宜有给郭台铭任何情谊吗 就是说大家都在指责 郭台铭是历史罪人 但是你侯友宜 有没有帮他讲过一句话 那第二个就是行贿联署 这个里面有没有政治因素 大家心里清楚 你侯友宜有没有帮郭台铭 讲过一句话 那到了今天 你求别人 那别人干嘛 他要领域你 就是换句话说 今天这盘棋 已经看得出来了 看得出来就是侯友宜 一直想当老大 他拉不开他自己的身段 可是那你想想看 那你拉不开自己的身段 我想请问你 你得到了什么 就是说政治 这种东西 我一再讲选举恩怨 选举恩怨最难解决 因为这个中间 它涉及到了个人 也涉及到了利益 也涉及到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时候 这一种是最难划进 因为我过去 我也曾经碰过这一些例子 两个好朋友 因为选举 两个双双落选 双双落选以后 互不来往 互不来往 我们居中穿梭多少次 通通说不动 通通说不动 那除非是说 这个人 这个人突然醒悟了 可是这个年纪 郭台铭74岁的 那你要他醒悟的话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们就是不妨说 现在侯友宜知道 郭台铭的宗教性 知道郭台铭的重要性 从来不帮郭台铭讲一句话 那现在你有求于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就是已读不悔 事实上就我所知 郭台铭跟柯文哲的结盟 大概就在明天 11月15号就见真章了 你侯友宜想在这个时候 拉拢郭台铭 时机已过 因为是你身世最弱的时候 你想拉拢郭台铭 时机已经过了 然后天天笑郭台铭 你这个民调大概只有个位数 那我讲的不是侯友宜 我讲的是国民党 就不要搅局了 那换句话说 这一些恩怨 已经没有人可以化解 坦白说 这个中间 国民党几位重量级的人物 不是没有跟郭台铭讨论过 但是郭台铭都很冷的回答 就是说谈到这个问题 那就不用谈了 事实上他们之间 都是密切接触 那其中一个还是 某位主席的贵人 想要见郭台铭 郭台铭也拒贱 那从这一些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想要在郭台铭这边 抢到便宜 或者要跟郭台铭联盟 那已经是不可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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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